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在凯杜海贼团四大战里相继出现时 出场时间大约一秒钟的凯杜最强三灾火灾国王的短暂画面 在凯杜杰克和易灾奎英都已经在海端漫画产业中登场过之后 唯一还未在海端漫画产业漫画中出现的火灾 在合作片开场动画的这个登场 因为意义上来说 就是它第一次依彩色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而除了对应1277海贼专题所讨论的推进城前监狱长的身份可能 它那一身挺拔的黑色制服造型之外 国王身上的火焰也被明确展现出 并非是其他的颜色而是正常火的颜色 然而接下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环节了 虽然以155期海贼专题 我们已经讨论的国王龙龙果实 古代种五尺一龙 那么果实能力这一点为根据 照理来说国王背上霸气的翅膀 似乎就应该是五尺一龙的翅膀 但如果回到国王和奎英一起教训着小迪杰克 最早在《万华军行》中登场的画面 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看到 相比五尺一龙的翅膀 国王的翅膀则根本就像是 93期海贼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鸭天狗的翅膀一样 是拥有着羽毛的深色翅膀 然而说到这里 如果再回到国王在何之国开篇动画中的 这个短暂出镜 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发现 他的翅膀既不是孔的翅膀 也不是乌黑的乌鸭翅膀 而是犹如天使一般的白色翅膀 而如果我们以这条 和鸭天组关系应该相当不错的 跟罗德华组给我们展现出的不在国王 白色带有羽毛翅膀的线索 为根据护士来说 这位凯杜的最强三哉 龙龙果是古代中无耻一龙能力者 除了可能和推进城有关之外 还有可能就是一个 来自空岛拥有着翅膀的空岛人 而又火在国王翅膀的具体形状 结合RB277海中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四种月球人来说 不出以外国王就是和 昌鸣心的吴尔基 艾尼鲁的死神罐 以及空岛神甘福尔和艾尼鲁一样 是RB277海中专题 我们所护士提到的 第三种来自月球的空岛人 而以空岛人 和空岛所特有的空岛被为线索 从来映入的死神官之一 修罗身上 我们可能就能找到进一步的 来护士或在国王特征的线索 通过将空岛被岩被和热被 装备在他的宠物 三张鸟盘腿阶里 以及武器长矛的前端 苍天骑士修罗 既可以让他的宠物做技 在战斗中口碰烈火 又可以让他自己的长矛 在战斗中通过加热 并由火长矛来进行攻击 而以这位空岛老相 通过对岩被和热被 在战斗和武器上的运用 我们可能就可以解答 国王身上火焰的另外一个源头 进一步护士来说 除了在无耻一龙形态时 可以通过装备在身上的岩被 像幻术中的火龙一样喷火之外 以国王可能是来自空岛 并且拥有空岛被技术的护士为前提 他也可以结合岩被和热被的技术 将自己身上的配刀 尤其在火焰刀的力量上进一步加强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些都还只是胡扯猜测 但如果空岛人的这个可能会成真 那不出意外 凯多三三之一的活在国王 就是目前为止所出现的最强空岛人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凯多三三之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